我们今天 怎么了 突然开始叹气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要去玩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做了 不是你们在做攻略吗 不是你发了吗 我只是找住的地方 好了回家了 算了算了算了 好了这一期Vlog到此结束 我们刚刚得知大家谁都没有做攻略 他们都以为我会做 我以为他们会做 所以我们就 你自己发了很多这个图你看 我只是给你们example一下 那边有什么 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的时候 这位小姐姐说 她没有涂防晒 可是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天 大家看这个天 您成这样子 请问涂防晒干什么 我们这位洛杉矶肖静腾是名不虚传的 前两天那么热 那么大的太阳 一见到你立马阴天 我记得这条龙是可以进去的 哦 Mr.Rex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恐龙 超可爱 你是在拍我吗 这位脾气不好 哈喽大家 我们刚刚在这个小恐龙的地方 随便拍了两张 这事太热了 我们三个摄影师下来 没有一个人要拿相机的 我们就拿手机随便拍了一波 诶 诶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哪 感觉是一个小镇 我现在世界是一片模糊 因为秒电眼睛 是这一栋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行在前面一点 我们现在开上了一条土路 土路哦 而且 料无人烟 是那一栋吗 它显着就是运手边 蛤 不会是 是不是地址输错了 各位 9184 那应该再往前一点 那边好像有一栋房子 对啊 我们上次去大熊湖就是了 开在一个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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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叫路过的人 把我们推出这样 第一个是这个 白墙绿门 对应该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 白色的墙房子 大了大了 我们长大了 我从来没有住过Airbnb哦 第一次 不过这边真的很荒凉 有点可怕 是有点荒凉 然后晚上再看看什么恐怖片 什么之类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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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是要告诉我没有空调吗 没有空调会死人哦 这个是什么 冰箱 冰箱要发我们酒 有这个 有空调有空调 厉厉厉厉厉 跟它和我预计的一模一样 大家到了住了的地方之后 就默默地坐下 开始滑手机 哈喽大家 我今天早上过来之前呢 有去Sanis租了三件 我想要接下来买的器材 所以今天明天两天 希望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那第一件呢 就是这个索尼对佳能的 Metabong的转接环 这一件呢 Profoto A1 的一个机顶闪光灯 这个机顶的闪光灯呢 是我一直蛮想买的 因为我平常很少用闪光灯 我大部分都是用自然光拍摄 这个闪光灯呢 我可能主要会用于 日落时候的逆光拍摄的一个补光 它只有75瓦的功率 等一下我们就日落之后 去测试一下它的补光效果怎么样 第三件呢 我觉得其实 没有什么好测试的 就这件我可能早晚都是要买的 只是说先租来玩一下吧 佳能的35 1.4的定焦镜头 我现在的佳能相机有2470 70200 和一支50 1.2 三支镜头 我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用这三支镜头拍 所以这也是要用手拍 看2500 用2800 今天就试一下用这支镜头拍照 我刚刚录了一下 我拿的三件器材想要测试的 一个intro 我刚看一下回放 我发现我穿这个衣服 非常不适合评测器材 就感觉是一个假的美妆博主 然后又硬要讲相机 然后又讲不清楚 一直尴尬 来给大家看一下残忍的对比 我想走毫无障碍 我可能要蹦一下 我现在碰到头 这位 没了还站起来 好痛 好 来躺下 已经到这一步了 关系已经到这一步了 你还好害羞 我们三个人真的已经不算是器材党了 对啊 我们器材其实蛮少的 真的 好 我们出发 去哪 去那个封处里 好 现在这点 7 6点半 没吹的 都必要不要的 所以这是停的最近的地方 对吧 真的 对 但是那两个人也没有忘记 它是停的呢 别开门 别开门 哎哟好好看 好划单 真的这个环境太恶劣了 这上面混着石头这 这个真的 对这个沙真的是会痛的 是吹到痛的 我刚坐车上的时候 车子在震 是 车子在抖 这都啥 看到了 太早了 他想起来好 圆圆 别人说你又这样 我刚刚 心里发你一个白眼 那边的三位小姐姐 在开心的泡脚 一大早 很大一个洞 好酷啊 你这个裤子 感觉是这条吗 不是不是 这条路上好像走蛮远的 我们迷路了 我们也不是迷路 我们是出来拿咖啡的时候 没有寄回去的地址 是这 天呐 你记得这个是吗 对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 就是那个 有渣篮的那个 我们当时还说 这里看起来好像不太像 啊 武朗太丢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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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老伙伴吗 你们两个都没什么东西的电话 我们没有家的地址 是 没有 哈喽大家 我们刚刚在Pom Spring downtown吃了个饭 现在室外温度是110度 快要化掉了 然后自己的操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沙漠旅行团 现在到了一个 这个是什么 植物园 一个Cactus的植物园 这是这个 这里是5块钱 MAP 很像卡通县里的那个 我们所有人都 一副无精打采的感觉 好 我们找到了这个 网红仙人掌缘 哇 怎么那么多 哇那是什么啊 你像蛇屹啊 什么东西 哎好不舒服 我不是很想进去 我又不是很想进去 哎 那边好恶心啊 我真的不想去 对 你就看这边 这边都是小的 哦 那边都还好 哇那些有毛的 哈哈哈哈 哇好不舒服 你进来里面 你到那边 你到那边 完蛋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也拍不了 哇 你看那个地上的那一 哇 哎 啊我不行了 啊我要出来 请你看地上的那那那那那那那几根 你有看到那几根 千万不要中午了 感觉有点小诶,比青儿小子 对,一圈就绕了,很小 对,好感谢 哈喽大家,我们刚刚去到了 Pump Spring 还蛮网红的很多人 在Instagram打卡的一个 仙人掌园 它在这个室外100多度的气温 我们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好了,到这这期视频就仓促的结束了 在那之后呢,我们因为实在太热了 所以决定提前回来LA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照片呢 都是用351.4这只镜头拍摄的 我们在风车铃的时候 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 我就没有能够测试到 Profoto A1的这只闪光灯 至于MetaBone的转接环 使用体验不是很好 我们在下一期的5分钟人像挑战 视频当中也会提到 好了,关于这次旅行的 更多细节和相机参数 我会放在我的公众号 阿森沙漠夜行机当中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